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惠宁时间 青木凡的海景 请看 上一节我们介绍过青木凡是日本20世纪初期浪漫主义美术最杰出的代表 这幅画呢创作于1904年 现在保存在日本东京石桥美术馆 那惠宁是在巴黎剧院美术馆的临时展览上看到了她 各位朋友有没有发现 中国画中画风景的很少有画到大海的 一般都是画山 画林 而且也很少有整个画面涂满颜色的 一般都喜欢留白 但日本画中有许多以海为题材的知名作品 这一幅呢也是其中的代表 他们喜欢表现斑腾的海浪和飞溅的浪花 而且呢这些作品对西方画家都有不同程度的影响 霍林世纪 法国巴黎